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是为什么要投资美股市场 它是一个大的趋势 一个新的方向 它的风险相对来说会比较小 你相对于A股 你想A股这么三四年的回报是负的 那么美股最近这一直上涨 一直上涨一直创新高 所以它每年的回报 我不谈说做个股的 我即使是整个市场 它的回报都是百分之十几到二十 它会大部分会持续下去 当然如果哪一年不好的话 我讲过美股可以做涨 也可以做空啊 对不对 你做空它跌多少 你可以赚多少 所以这一节我们来讲 如何 一个是怎样 一个是如何投资美股市场 一般来讲 投资美股市场 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当日波段交易 那这个是A股是没有的 A股是一定要持有隔夜的 美股的是可以做当日的 就是我看到这个股票 我当时进去 我如果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或者一分钟两分钟 我都可以走掉 我都可以获利回途 那这个我想非常相当一部分 中国人会喜欢 因为大部分都 我想马上知道 我是赚的还是亏的 那刚好那么有这样一个机会 就是第一个是当日波段交易 第二个是波段交易 这个波段交易呢 也可以理解为着 一个中长期的持有 当然这个怎么叫中长期 我们以后会慢慢慢慢讲 这个中长期也可能是 三个礼拜两个礼拜 也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 三个月五个月 一年两年都可以叫中长期 那么还有一种 你有一个美股的账户 你可以做ETF 就可以你可以投资全球的股市 因为它是把它做成了 一个美股的股票的形式 但是它可以去投资全球的 它把全球的各个方向 各个板块各个类别 把它做成了一千多种 可以以美股股票的形式来买卖 但是涵盖了全世界 那最后一个 你可以如果做股票来讲 它虽然是风险小 可能回报也不一定那么高 就是可能一年百分之十几二十 你做得好的话 可能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 都有可能 但是还有一种美股的工具 就是叫期权 英文叫option 它是以小博大 它可以放大十倍 二十倍三十倍 这种杠杆的原理 当你进一步了解 美国市场 已经在波段交易里面 可以正常的获利的话 你不妨去学习一种 风险比较大 但是回报率更高的一种方法 我们叫期权交易 下面我们来看 如何选择一个美股的一个卷商 因为美国卷商也挺多的 首先这几点你需要考虑的 第一个 客户的服务的品质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你毕竟是中国人 对方也是 虽然客服经历也是会讲国语 但是你能不能够得到 很好的服务品质 你随时打电话 有没有能跟你接 跟你交流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而不是像有些网络的券商 它基本上是网上交易 但是他没有能跟你做一些交流 这个不是太好 第二个 他的交易系统 是不是非常准确可靠 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说 我佣金贵一点便宜一点 实际上你能不能够顺利的成交 这个成交的这个价钱是不是好 是不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话 这个很重要 还有一个我讲过 中文服务 这个基本上你所要打交的券商都会有的 佣金是一个考量的 你是希望一笔单佣金还是按股市的佣金 这个你可以事先决定 资金安全我已经讲过了 每一个券商会有一点不同 大部分都有一个SPIC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保障 比如说50万美金 所以你要投多少钱 看看这个券商 你投的钱是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已经有保障了 最后一个开户品种 就是绝大部分券商都会有做波段的 做当日的 但是有一部分券商没有做期权的交易 这个你当你要做开户品种的话 你要事先了解一下 这边为什么不打开户品种 一块 一块